你一天一个小时输二十万 输完之后是有什么感觉 我感觉我瞬间呼吸都呼吸不上来了 我这瞬间瘫痪一样就躺在上面不动了 现在看你年纪不大了 你是哪一年染上这个东西的 就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吧 五六月份 这就晚了一年 对 当时是怎么一个原因让你迷上 当时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一天我去找我朋友嘛 他们三四个人都拿着手机在那里堵 当时我还嘲笑他们 我说有病你们玩这些东西 然后有一次在家里无聊 然后我就叫朋友把这个链接发过来了 第一次是充了三百块钱 打到了一千三就没完了 也就是因为这种长的 就一点点这种引导小力 然后就只要一无聊 然后就想拿到这个来打到时间 然后就这样慢慢越陷越深的 你之前是在南昌 后面来到房州 对 是因为什么原因 因为赌博 赌博家里人 不让我在南昌那个环境待下去了 就是说让我换一个环境 如果就是说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也想自己换一个环境 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彻底戒掉 就是在南昌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都在玩这儿 对 那你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 就是说赢的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赢都有 都有赢的过程 但是说到底还是输 归根结底来说 对归根结底还是输 然后第一次扛不住的是 但是当时是外面已经欠了二十万 欠了二十万之后 各方面呢 都就是赚不动了 我那个时候输的也不是自己的钱 也全部都是新闻卡啊 王贷在里面的钱 我都加起来都给我输光了 感觉第一次跟家里坦白了 坦白之后 那个时候已经发誓不赌不赌了 后面家里帮拼完债之后 然后多了两万多块钱吧 两万多块钱又回到了我原来的地方 靠两万块钱又让我活了一次 两万块钱又让你打回来了 又打回了二十多万 不但把之前输的钱 也把之前输的钱又赚回来了 又倒赚 感觉让我又沉迷这种东西了 那你打回来 你为什么不收手 所以我就是说 我也看到网上那个东西啊 就是说 我不可能在每天盈利当中 就选择停手 只有除光了 才会又后悔又自责 你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 我对他理解 我感觉他就在让我 就像那种毒品一样 让我慢慢那种沉掉下去 下水越下越深 你上个月把车都压了 我上个月把车压了 就那一次也是把车 那是我第一次压车嘛 我本来不是想拿来赌骨的 我是想还网贷啊这些之类的 然后还完网贷多了个两万多块钱 我想把我压车的钱 赚回来五万块钱 然后就拿回车嘛 当时确实让我赚了两万多 就差一点点 就达到五万我就可以拿车了 就为了那一点点吧 就全输光了 输光之后我就怕了 怎么怕了 那是我第一次压车 我去年在南昌上输了二三十万的时候 因为身上一块钱也没有 我也没有把自己的车压掉 去翻本啊这样的 就觉得自己越来越没底线了 对对对对对 我感觉这种车子 我到时候 所以说我要借点赶紧借点 因为我再不借点 我感觉这个车马头会不属于我 因为压过第一次你就会有第二次 就跟压房子一样 为什么有的人会赌博压车压房啊 有的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你现在有一个多月不玩了 对对对 以前我就是以前我玩这个 真的不就是上车所也要玩 反正就是无聊也要玩 后面就感觉就一直有引来了一样 跟我现在就是说 我就不会就那种 去那种时时刻刻拿手机 就要进去压一两把的那种感觉了 现在你家人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 太多 他问我 你还叫我千万不要去挨这种东西了 我说我没有挨了 他说 然后现在就想慢慢看我的表现吧 就说 如果彻底没有完了怎么样的 没有那么失望的话 我现在还背着十多万 应该十五六万的在嘛 到时候家里 只有家里让他看到你的表现 是吧 他才会去放心去帮你还这个债 如果你一点表现都没有的话 他帮你还 他还怕你把这个钱又搞出来又去赌 趁现在疯了 因为我第一次就是这样子的 他帮我还完之后 我好了伤疤忘了头 我又把钱搞出来又去赌 最后还是输完 你当时输完之后 你没有疯狂的去筹钱 筹怎么怎么样 就是想进行一些办法去骗你疯狂 去怎么还没有到这一步 没有没有 我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我输的钱都是以前自己的信用卡 网贷这些钱 而且我输光了 我从来不找朋友去借钱 我不找朋友借钱 就再去赌 我输光自己的钱 我就停吧 我都是这样子的 你老婆现在给你感情怎么样 感情不好吧 不好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肯定是由于这个原因 是因为你输了钱 还是觉得你当时在赌博的时候 对她比较忽略 感觉不上进吧 那你这一个月不完了 你老婆对你的态度有没有什么感觉 我只能说这一个月不完了之后 你有时间 有那种心情 我可能只能说有这种心情 你会多花一点时间 能听别人怎么说怎么做 能听得进去 当你天天在玩这种东西的话 你真的是三根穷五根富的那种感觉 心情每天都在波动 这种滋味好不好受 一点都不好受 真的一点都不好受 这辈子这辈子 对对对 太难受了 我经历过三十次那种感受 我这辈子都不想尝了 你身边的朋友因为这个最惨的有吗 有 我最惨的一个 就在最近一个星期内发生的 我那个朋友就现在背负着一百六十多万的债 他输了多少钱 他总共来来回回 加起来输了一辆南国基金的钱 真的是 而且他跟他家里就坦白了十次以上吧 对 每次都是三四十万的债 然后这一次背负到最多的一百六十万债 因为今天我们在录这个这个视频 那如果你想对我们这些还在玩的 或者说完了之后特别迷茫的人 你想给他们烧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我希望各位老哥就说真的要强制自己戒毒吧 如果自己戒不掉的话要强制自己戒毒 如果自己有那种心能慢慢走出来的话 就尽量慢慢走出来 如果走不出来就尽量强制自己戒毒 这种东西真的挨不住 危害太大 对对对